中C&I Migration的一些我们的研究和想法 大家都知道这个Kubernetes网络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 也是Kubernetes的正常运行的基础 而C&I呢它是Kubernetes网络的基础 因此我们首先会先花一些时间简单 讲解一下Kubernetes网络和C&I的一些基本的背景 然后会简单介绍一下为何用户会有切换C&I的需求 再次基础上呢为大家介绍一下C&I Migration的基本的原理 也就是这个Native的Approach 然后最后呢会给大家分享两种能做到C&I Migration的两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Kubernetes网络 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大概能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吧 一个就是去解决同一个POD的网络秘密空间中 不同container之间的通信问题 它是由本地这个POD的网络秘密空间中的 这个本地的这个环络接口来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是POD与POD之间的通信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由我们今天的主人公C&I Plugin来解决 然后这个四层的服务与七层的ingress的问题 他们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在POD的可以通信的基础上 然后我们加上CubyProxy的功能 或者说ingressController的功能得到解决 最后呢是这个POD的egress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C&I Plugin来解决 其实我们看到有这么多非常基本的这个方方面面 但是它最基础其实就是这个POD之间的通信问题 因此我们先看一下这个Kubernetes这个POD Networking 它是怎么去解决的 简单来说呢这个POD Networking它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通过这些不同的网络虚拟化的技术 把各个POD的这个网络命名空间 它连接起来解决它的二层的这个互联问题 第二呢我们在这个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图 它就是利用了这个Vspare和这个Bridge作为了连接手段 解决了这个二层的互联问题 第二呢就是通过一定的POD IP的管理机制 就是常说的iPad 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POD的网络命名空间分配上IP地址 然后呢并且在主机上通过一定的手段 然后我们去维护到别的主机的这个子网的路由 那么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三层的这个可达性的问题 在这个可达性问题上呢 可以通过Native routing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overlay的方式 那么我们最终实现就是不同主机间的POD之间的通信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二层互联的问题 以及一个三层可达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同一主机上的POD 去创建这个互联的问题 它会为这个POD所在的这个网络命名空间去创建它的网卡 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搭配跑着的一个长期跑着的一个demon 它的基本职责就是去解决那个互通的问题 它会去创建和动态的管理 它所在的这个主机上与别的 它所在的主机上的这个路由表 我们看到这个binary呢 它都会有一个这个config文件 对应的config文件 这个config文件是container runtime 它去创建POD的时候 它会去读取这个config文件 然后呢 对它描 它这个文件里会对这个cni的 这个cni的plugin会有一些描述 它会找到对应的这个cni的binary 进行调用 调用它呢 然后为这个POD的网络命名空间建网卡 然后这个demon呢 除了最基础的这种管理routing的这种 这种功能呢 其实它还承担着其实更多的职责 在一些比较丰富的那种cni的solution中 它其实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个controller 去提供更多丰富的网络功能 这是一个我们总结的这个比较经典的 这种cni的binary和demon的这种架构图吧 但是因为就是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去展开讲过多的功能了 但是基础的功能其实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binary去处理它的互联问题 demon去处理它的这个可答问题 在我们产品长期支持不同cni集群的管理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用户会因为以下的原因 会有切换cni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cni plug-in它在某些方面它有limitation 它心理上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它缺少一些商业上的支持 还有就是有一些plug-in的它的社区不是特别活跃 我们稳团起来非常的麻烦 还有现在就是有很多新兴的cni它有非常更先进的feature 用户都会就是想去试一下 那么就是有了这样的需求 我们就去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一般来说就是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很简单 那我们就是用户你去创建一个新的集群 那你装上新的cni 然后呢你把你的workload从老的集群上迁移到新的集群上 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他呢需要去做workload的这个backup reservoir 然后他需要去 他需要能承担 他需要能接受就是一定时长的这个服务的dntime 同时你的这个kubernetes的这个管理的平台 你要有管理多类型集群的能力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不需要去建新的cluster 我直接在我当前的这个cluster 我给你直接convert成你想要的那个cni 那这种方式的话操作就是会更复杂一些 然后风险也更大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说很方便 如果这个feature 就是这种的话就是需要比较完备的这种调研以及实现工作 如果feature做得好的话用户是愿意去用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个workload的迁移 今天我们就重点就是看一下这个in-place的cni migration 在eo的这个集群上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基本的原理 从一个节点来看 从一个节点来看 这个呢你看原来是flyno 它装了flyno的这个demon 以及flyno的这个binary 然后所有的pod的这个网络都是由flyno来解决 最终呢我们嵌移成entrea 首先我们会把这个节点上的这个workload全部准掉 然后呢把老的这个cni的installations 包括这个binary 包括这个demon 包括他们工作过程中 生成的一些interface和device都删掉 比如说这个bridge和这个tunnel interface都删掉 然后呢我们把新的cni的installations 包括它的这个binary 它的demon安装上 最后呢我们在这个node上把它之前的pod重新recreate 在k8s的这种环境中呢就是把它再reschedule回来就可以了 然后所有的pod会重新生成 然后呢它的网络就是由新的cni来提供 呃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过程啦 就是对于一个节点来说 呃这个cni的替换过程 那么嗯 当这个过程放到 放到多个节点的时候会有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多个节点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节点去做刚才做到刚才说的那几步 呃呃我们有四个节点 那么先 把第一个节点convert成安全 然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步就是rolling update所有的节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除了第一步和最后一步 它是由同一个cni在管理 呃中间的这个过程中 它一定是有几个节点 一部分节点 它是在用新的cni 然后呢有一部分节点 它一定是在用老的cni 在管理它的网络 就是这样的过程它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它生成了两片网络区域 这两片网络区域它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直接就把结论告诉给大家 就是嗯 就是说当这个pod它是落在两个网络区域上的这个pod 它会出现通信问题它是无法沟通的 那么pod出现了通信问题 而这个pod呢它其实是pod通信 其实是service和ingress访问的基础 所以进而这个service和ingress呢 它会也会有服务的duntime 这样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duntime 那么这个duntime它产生的原因 就是说两个network partition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 嗯 然后呢它有几个影响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两种cni 那么你可能你用了不同的node ipad 然后呢你的node ipad 还设置了不同的cluster sider 这个node ipad 指的就是说一种机制 我从这个大的这个cluster的这个sider中 向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subnet 之后这个node这个节点上所有的pod的ip 都会是来自这个小的这个node的subnet 就是这个node ipad 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们主机间的这个 这个pod的这个通信问题呢 嗯 它可能用了不同的这种模式 可能是用的native的routing 或者说用的overlay的方式 嗯 但即使它这个两种cni 它用了同样的overlay的方式 它可能会用不同的封装协议 比如说我的flyno就用的是bxlan的协议封装协议 ntria用的gdnode的封装协议 就也会产生也这样的问题 又或者说两种cni它用了同样的封装协议 但是它的那个服务端口也不同 就是也是会造成类似的问题 呃除非这几种因素完全相同 那么除非这几种因素完全相同 否则深层的两片网络区域它是一定会 呃深层的两片这个网络区域呢 它会因为呃 两种cni它配置的不同 并且它没有办法知道对方的这个网络的信息 呃会导致产生这个pod的通信问题 我们就是给大家直观的看一下这个东西 呃我们为了呃简化分析呢 我们今天就定义我们嵌移前后的两种cni 它使用了不同的node ipad 呃例如这个这个flynode它使用直接从etcd去分配node subnet的这种机制 呃然后呢antria呢 嵌移后的antria它是使用controller manager去呃去管理自己的这个node ipad 然后呢它嵌移前后这个node ipad的这个cluster这个data sider也有了变化 呃大家在分析自己的这种cni的组合的过程 呃过程中呃如果是因为别的因素的不同 也可以按照刚才的就是我们之后会介绍的思路去分析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呃我们看一下这个pod的的这种communication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呃这两个这两个节点已经嵌移成了antria 这两个节点呢还是flynode 那么这呃这两个ntria呢它是没有办法知道这边这个flynode节点的这个subnet是什么 自然也就没有到他们的那个路由 呃同理呢这个flynode这边的节点它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新生成新转换的这两个entria的节点的路由是呃就是subnet是什么 呃它也没有到他们的路由 因此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从这个pod1a你想去访问 比如说pod2a或者pod1b都是它自己这片网络区域 它这个包是可以通过正常的转发路径转发过来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想去访问 然后呢就是clusterIPservice的访问 然后呢就是clusterIPservice的访问 呃假如说我们这个pod1a想去访问service1 service1的后端呢它有三个pod pod1b2a和这个4b 假如说pod1a想去访问service1 然后呢service1被那个数据平面的规则 假如说是转换成了pod1bpod2a 那么最终对service的访问它会转换为一个对pod的通信问题 呃如果如果被转换成了这两个pod 那它对这个service的访问 其实最终就是对这个pod的访问 它是最终是拿到可以拿到响应的 但是如果就很不幸它转成了这个pod4b 那它就是拿 那它对这个service的访问就拿不到这个响应了 那么同理从 Flyno这边想去访问一个service 比如说service2 然后呢它会 这个service2的backhandpod是这三个 然后如果被转成了 在访问这个service2的时候被转成了这两个pod 那它是可以拿到响应的 但是如果被转成了这个pod 它拿不到响应 就是这个的分析结果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和这个 嗯 是和这个pod的 是和这个pod communication的分析结果是一样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对service的访问本质上也是pod的通行问题 它最终的原根 原根目的最终是会转换成pod 那么后面的这几页图呢都是不同的 对service的 就是不同的方式去访问service 或者说去访问不同类型的service的分析 嗯 甚至是ingress的一些分析 嗯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一页一页给大家过这个图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之后就是看这个slides 就是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呢 其实我们可以就有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CNI in-place的这个migration 它确实它是会带来就是nattalking上的dntime的 包括对这个pod连通信的dntime service访问的dntime 还有ingress访问的dntime 就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服务它最终 其实它依赖的都是pod的通信 而pod的通信呢 它这个原和目的如果落在了不同的这个nattalker partition 那它的访问就会失败 如果落在了相同的nattalker partition 它的访问就会成功 虽然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种类型的service 以及ingress 就是我们不管它是怎么去做这个访问 也不管它是多么fancy的这个service 或者ingress的实现 它最终都是 最终都会转化成这个pod之间的通信 所以呢这个dntime 我们去说这个dntime的时候 就是它在这个所有的节点rollingupdates的过程中 就是一定会产生dntime 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每次的访问这个圆 最终转化的这个圆和端口都落在了两面区 那么这个dntime就会持续整个这个rollingupdates 所有节点的时间 刚才就是介绍了说我们这种做inplacecni切换的话 它的基本原理 以及我们基于这个基本原理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它为什么会产生dntime 那么我们肯定会想我们能不能去克服这个dntime 我们能不能想一些办法 第一个我们会思考的思路就是说 这个dntime的产生是因为这个圆和目的 它落在了不同的natural partition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所有我们使用一定的控制手段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pod都控制在 放在同一个natural partition 那么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dntime了 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就是 我们是因为产生了两个natural partition 这两个natural partition 它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网络的一些knowledge 那么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就不让它去产生这个natural partition 我们尝试就是说在一些节点上 在节点上我们去安装 在一些可能会产生natural partition的阶段 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去装上这两种CNi 装上两种CNi之后 那么节点与节点之间 它是永远会知道对方的网络信息的 这样的话其实就不会再产生natural partition了 就是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实践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我们就沿着这两个想法去进行了一些实践 然后会由李延昭来帮我们介绍我们的实践和结果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两种live migration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 然后呢首先呢就是我们那个 介绍第一种方法就是那个我们采用的就是node group 就是我们贪图产品里面有定义了一个node group 也就是说有一些相同属性的那些node 我们呢就是根据上面说的那个network partition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network partition 一个网络区 就是在同一个组里面的这些pods是可通性的 那么呢就是说那有了这个概念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有两种思路 就是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提供两种思路去那个去做迁移 去做那个migration 第一种的话就是很简单 那么我们就是 scale出来另外一个那个node group 然后跟它一样的大小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这个新的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我们是以Flyno到untreal为例的话 那这种的话就是第二种呢我们做untreal 那这种它没有workload 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把这些workload 然后通过就是 然后我们这样通过打tent这种形式 就是让k8s让一次性的把这些workload 迁移到这里面 就是到untreal的这边 这是在第二步 然后呢就是这种方法呢就是说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就是 就是不让它中间就是一个一个的migration的这种存在 这种那个network partition的这种 这种两个network partition 然后呢就是说 从而保持了它的这个pod communication 这种情况也很那个它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sql出来就是 通通大小的这个node group 对这个s层的资源就是要求比较高 那么当如果没有这种足够的这些 足够的资源的时候 那我们就考虑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就是说在现有的这种node group里面 我们不断的改变现有node group的大小 然后压缩一下现有pod的所在的这些node 然后让它们保持在同一个这个 network partition里面 然后来做迁移 它跟这个传统的这种一层一层的 就是一个一个node的这种rolling update 其实是一致的 只不过我们在中间做了加了一些tent 但我们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也可以可选择的就是说 先增加根据你的资源的数量 先增加移到多个这种节点 那么它的思路也很简单 就是最开始比如说最开始的话 我们这是fly node的 然后呢我们rolling一个 但是打上tent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剩余的是在这儿 在这儿运行 然后直到什么情况 直到是一半一半的时候 一半一半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一次性的做这种 做这种就是打tent 然后可以把s把它牵过来 然后来通而来保持就是说 然后接着的话就是再rolling rolling的 那么这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一个的去行rolling update 那么就是依然是基本的rolling的update 这种就是nodegroup的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方法呢 就是说总结一下这种nodegroup的方法 它基本原则就是让pod 适合处于同一个网络区 那么代价的话就是你需要计算好相应的s资源 来承载你的pod 然后方法是其实比较简单直观的 那有一点注意的话就是相对于之前的那些native的方法 就是说它需要一次性迁移这个pod这些操作 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 就是根据你pod的那个大那个量啊 包括是不是有pdb啊或者有pv啊 这是有一定的耗时 在时间中的话就是说根据客户的需要 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workload 他比如他不跟别人有交流 我们这时候可以提前给他们做 就是一部分做真正性的一个定制 然后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就是探索的是利用martis 就是说除了让就是说第一种方法 让pause在同一个network partition里面 我们思路呢就是说就是不产生network partition 然后呢让node同时可以看到两个cna的信息 然后呢就是martis它支持cna的就是暗序的 就是多个cna暗序的那个共同工作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最开始呢 最开始呢我们是 最开始是最开始的node上只有cna 然后呢我们切换这martis martis里面然后做了两个cna 一个a和b 然后a主b负 然后切换下的顺序b主a负 最后呢就是移除a只剩下cna b 整个过程主要改变的就是cna binary 主要就是主要是切换了就是cna cna的那个配置文件前面讲了 就是那个改变它的那个优先级 然后让某个cna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去分析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在两个cna的order顺序切换的时候 然后它如何保持数据联通性的 然后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过程 就是这是以一个node为例子 就是最开始的话就是一单个node的话 我们只装了一个cna 然后我们另外是Flander cluster 然后呢 然后我们接着就安装martis和entrea 这是我们装了两个cna 但是呢我们会配置一下就是这个entrea的cna 就是让其实是让这个martis martis发挥作用 martis它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我们是定义的就是主的是Flander 次的是entrea 然后呢就说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个节点上 我们recreate到这些炮子 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说 这些那个炮子的话它就会持有两个interface 就是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做这个 就是通过更改这个martis cna的配置 然后改变他们那个cna的这个就是主副顺序 然后那个就是primary变成了entrea 然后接着Flander 然后这时候呢就是recreate所有的pod 那这时候呢就是说那个pod里面的interface 其实还是一致的 一个entrea创建的一个是Flander给它创建的 但是相应的就是因为主妇不同 可能他们的默认路由啊 路由稍微有的改变 然后最后一遍 最后呢就是说 这时候切换成entrea为主之后 第四步就是切换为就是Flander sorry切换成entrea 然后呢就是让entreas应该发挥作用 然后从而最后就是清理工作嘛 清理的话就是说最后是清理的话 你需要清理到Flander 也需要清理到Martos 然后同时比较重要的是你清理到就是 他们创建的那些interface 那些路由就是你需要 就说你清理网络设备的时候 相应的路由就被清理掉了 就是说 因为我们直接删除Flander 或删除entrea 不是删除Martos 它里面的那个创建的那些网口 就是说有可能会有遗留 然后呢这是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 就是多个节点的情况下 然后呢整个迁移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一下是如何保持联通性的 图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我们是以Flander到entrea为例 黄色代表的就是Flander 我们就是33 这上面没写是吧 我忘了写了 就是在这儿了 太小了 然后呢蓝色了就代表就是entrea的这些网络 然后最开始了就是说是一个都是Flander 那很明显它是可以通信的 然后第二阶段了就是如果是第二阶段我们切换成Martos 如果是切换完成了都是Flander为主 entrea为次那也可以通信 那么切换的一半的过程中 比如说有一些class的是Flander 还没有完成切换叫notconverted 另一半就是已经切换成Flander加entrea了 这种形式的话其实所有的通信 因为entreaFlander为主 所以这时候仍然是Flander可以通信的 这也很清晰 然后第三个步骤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是去切换它的order 从Flanderentrea变成entreaFlander 那么就是如果完全切换完之后 完全切换完之后 那么就是entrea都是为entrea为主 那么通信很明显 但是如果就是有一半是Flanderentrea 另一半是entreaFlander 这时候的通信就会 就是这时候的通信的话 就是说 就是说是在就是有一个那个小技巧 就是需要做的话 就是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就是 从这个Flanderentrea到entrea的Flander 这时候回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那个 它的那个包 它在entrea的那个那个 interface 它被丢掉了 这时候我们发现就缺少那个转发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加上IPT包子 这时候然后让它那个就是 然后两个设备之间完成转发 从而又通了这个路由 就是只有这一点就是说 可能需要注意在切换order的时候 因为就是泡的内部那个内部路由的那个改变 所以就跟这是这是当然是细节问题 就是说这是第四步 那最后一步 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 从marters切换成entrea 然后就是那都是entrea的话 那就是通信的问题就不存的 就是那肯定都是联通了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说 就是说整个的思路它也是就是一个一个的 ruling update 就是比如说从step1到step2它也是一个一个的做的 它不存在就是我们上一个思路上面介绍的那个一次性 把所有的workload的迁移到另一个 就是另外一大片区域里边过这个过程 它就是更像一个就是普通的升级一样 就是做一个 ruling update 然后呢就是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刚才我说了嘛 很明显它没有就是所有 workload 的同时迁移 然后呢就是简单的通过单个节点的就是 ruling update 然后同时保持了网络的时刻的连通性 然后不过就是不但是没有完美的方法 就是也多了几次的pod recreate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当然因为marters本身的限制 你两个cni那你肯定要不同的node ipad 不然的话一个pod里面不同的网口不可能用同样的ip对吧 嗯对嗯整个cni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就是我们这里介绍是flano到untria 如果因为就是我们产品最开始用的flano 后来就是引入了untria嘛 就是但是如果你要涉及到其他的那个cni的这种迁移的话 你可能要分析那个cni迁移的这种连通性 就有这样类似这样一个图 然后看看是不是要在做做动画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啊加一些规则或什么的 就是说这里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这几种啊 我们的这种方法 然后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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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